今天掌聲歡迎國藝組的衛冤者 鄭如宜 歡迎 大家好 雄哥好 你好 如宜每次坐在那個位置 我回頭一看 他真的是做得非常規矩 就讓我想到 在大清帝國的楚秀宮 選妃子的人 家教很好 我錯得很端正 剛剛他唱的有沒有給你壓力啊 有啊 表現不錯喔 是我感覺今天會有威脅性喔 所以好好唱喔 今天要帶來哪首歌曲啊 張惠妹的《記得》 《記得》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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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以前的一句話是我們以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沒人記得當初那些溫柔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和你手牽手說要一起走到最後 作詞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讓時間說真話 雖然我也害怕 在天黑了以後 我們都不知道 會不會有以後 誰還記得愛情開始變化的時候 我和你的眼中看見了不同的天空 走得太遠終於走到分岔路的路口 是不是你和我要有兩個相反的夢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以前的一句話是我們以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沒人記得當初那些溫柔 我和你手牽手說要一起走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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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深深的感覺到 我覺得你的音色最適合唱 真的最適合唱 嘗試鼓勵一下真的 不愧是代言者 而且你一口氣把兩個 一個原創一個原唱 你都 我覺得都不輸給他們 甚至某些語氣上面 我覺得你來唱感覺上更加的進到這個歌詞裡面的那種感覺 阿妹在這裡面還沒有你那種 不是哭腔而是你會有一種自然而然 你音色裡面自然而然的一種哀怨 這種哀怨還不是做出來的表情 這種哀怨是聲音裡面的 所以你要唱這種歌的時候就對了 今天終於唱到一首讓我覺得 哇 心裡面可以感受到那種女子 可是不是那種哭倒在路視台階的那種慘狀 可是就是那種自然的哀怨很理性的女人 然後她唱的一些東西的時候自然呈現出來那種哀怨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 加油 謝謝老師 那如意呢我只想說一個地方 因為如意今天唱的有好幾句我非常喜歡喔 比方說在主歌有一整句唱得非常好 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 有一天都會停 我覺得那裡不好 喬那也唱得很好 我覺得你的咬字真的很好聽 所以比方說 欸 以前的一句話是我們 連那個門我都覺得很迷人喔 我有一個建議是你在副歌的時候喔 你唱到了這個走得太遠 終於走到分岔路的路口 是不是你和我要有兩個相反的夢 這裡你唱起來揚起來很好 可是呢你下意識的把你的麥克風拉得滿遠的 我覺得我覺得那裡我自己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我們是要透過麥克風去聽你的聲音出來 你拉遠的時候你雖然力度有放出來 可是那個東西它又被你稀釋掉了 所以你可以試著再找到一個平衡的位置 不要一下拉那麼遠 好 很好 謝謝老師 接下來看看衛冥先生 竟然可以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好 我們看郑如宜可以得到幾分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就是